教宗方制閣接受了一名澳洲主教辭職 這名主教因為掩蓋一件兒童性侵案件而在今年5月被判有罪 澳洲政府對這個消息表示歡迎 由教宗委派的阿德萊德教區中座處理主教格雷格奧凱利說 威爾信總主教辭職結束了事件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時期 目前是時候幫助受害者克服悲傷和痛苦的回憶 他並且對事件感到遺憾 一名澳洲法官在判案時說 澳洲阿德萊德總教區的菲利普威爾信總主教 對他隱瞞兒童性侵案這個罪名並沒有體現悔過態度 該中案件當中 威爾信總主教隱瞞了一名戀童癖神父 在1970年在悉尼北部的獵人谷地區 對部分副製藍童實施性侵的事實 辛卡斯特市的法庭說 這名總主教當時作為一名初級神父的主要動機 是為了保護天主教會的名譽 威爾信總主教之前拒絕辭職 這是指控天主教會最高層涉及性虐待的最新一宗事件 再一步玷污了教會的形象 並且是較中方製各就任六年以來面對的最大危機 中文字幕志愿者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